因为说它的先天的基因出现了问题 就是它的第二十一对的染色体 这是蒙古那个唐宝宝小时候的样子 然后它说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它的染色体在第二十一对的染色体上面 本来都是两条变成三条 那以前我们这些小朋友呢 可能是等了出生以后才知道 原来它是唐宝宝 后来就发现到一件事情 其实在怀孕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羊膜穿吃 在做应该有不少的女性可能有这样的经验 特别是现在高龄产妇越来越多 后来发现到说羊水穿吃 你知道做羊水穿吃 医生就跟你讲说羊水穿吃有风险 那你自己会想到说这个针会不会砸到胎儿 那为什么羊水穿吃可以去诊断这个基因的疾病 就是因为羊水里面有很多宝宝的一些基因跑到里面去 那我们就可以做分析 再后来就越来越清楚说 其实有一种方法可以叫做 可以不用羊水穿吃 也可以找到这个基因的问题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呢 基本上妈妈跟宝宝 有没有血液循环的交连 通常是通过这个脊带 脊带做跟妈妈有交连 然而这个脊带不只是会提供胎儿养分 也会它有时候释放出的一些所谓的细胞里面的东西 DNA也会跑到妈妈的血液当中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不要再做羊膜传刺了 就给它用抽血 那不是抽宝宝的血 宝宝血抽不到在子宫里面 所以你就知道抽妈妈的血 所以你就会看妈妈的血抽一抽 就可以去验有没有这个糖尸症的可能性 然后再这样就是说 因为血液当中的这个DNA量 可能还是没有羊水中多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基因检测的技术平台 比以前更进步很多 而且速度又更快 所以我们就可以靠这个方法去做分析 你有没有所谓的基因的一个疾病 疾传基因的问题